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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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最大的得著 就是你做一件事向著目標 不要理會外界的聲音 周邊的同學仔 就不是參加J 他覺得我做這件事 你能否批評我 可能會笑我 但我沒有理會他們 就向著這件事盡力這樣做 最大的得著是 這次活動中遇到很多挫折 日常生活到體驗不到 例如這次活動中 我們一班人去想解決這個問題 再是之前一些學生逃避一些問題 說我們不做就可以不做 因為我們要真的去面對 和解決這個問題 我在這次當中學習到 一個設計者的辛酸 還有一個消費者的心態問題 導師給了實際的浪法 其實不一定要很創新 但是理念一定要有 你帶給人一種純色的產品 作為一個生產者 我們設計每一個位 每一個細節 由想到實行到最後 我們設計出來 還有推銷這些都是 平時我們體驗不到的 其實都挺好玩的 因為第一次參與 就是跟中學同學 大家交流一下 那個經驗和商人的過程 其實都挺難得的 他透過這個活動 其實他是很大的得著 原來學上 書本上的知識 跟他實踐出來 未必是一樣的 有些事情 現實世界 和書本上 永遠都有一些差異 他怎樣把這個差異去修訂呢 其實沒有這些活動 他們未必認真地知道 他現在在學的東西 究竟有多少是真 有多少純粹是理論呢 第二方面 就是其實學生 他們去參加了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們認真了 明白到 原來我們真的出來做事的時候 不是玩玩玩 學生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讓他們自己知道 我自己怎樣去成長 其實在我們校方來說 其實這是一個學習 正式的學習活動 其實是將我們的課堂 延伸到課外 其實我們學校是非常之支持 縱使我們學校說 他們要補課 要補習 這樣那樣都好 其實我們學校是大力支持 因為他已經當 JACP這個活動 是我們雙科其中一個 重要的學習活動